我們剛剛畫的這個折線圖 全部折線圖 畫完之後 之前的同學就想說 老師這個圖是蠻好的 但是問題太寬了 我希望一個工作表裡面 不要放這麼寬 那我希望這邊 乾脆放兩張算了 所以他的想法是說 那不如怎麼樣 把人民幣的這一個圖 就等於把圖切過來 然後把這個人民幣放在這邊來 那美元把它縮小 也就是說這邊本來是乘以10 那我把它乘以5就好了 那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 可以剛剛好 把這個圖給畫出來 所以待會的話 可能各位想一下 就是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 剛剛縱向的一欄 等於是變成左右兩欄 那也就是說要需要改的地方 就是說它的寬度 要把它乘以10變成5 OK 那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判斷說 它剛好是左邊還是右邊 所以這邊可能會需要有一個判斷 什麼判斷呢 就是當我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改一下 H可以把這個回 剛剛的全部折線圖 改成叫全部折線圖2算了 所以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 H我們再來寫另外一個 但是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把它改成全部折線圖2 然後這邊的話 主要就是針對 我要放的這個圖 是第一個還是第二個 所以 我們第一個當然可以改什麼 直接改的話呢 第一個 改的就是它乘以多少 寬度乘以5 OK 這個一定是沒問題的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我們要判斷說呢 它是左邊還是右邊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 當然這個回圈裡面 我怎麼知道 其實左邊右邊的話 其實可以跟那個 i這個數字 裡面的變數 有點關係 也就是當它如果是基礎的話 13579 理論上應該放左邊 應該是放左邊嘛 那24680 那就幫我放右邊 對不對 OK 所以大概知道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那如果假設打1 再放一個2好了 這個有點不好畫 1 2 那我必須要換到下一個 所以理論上1跟2的那個列數有沒有 這個只是把m1 改這個m1 第二個的話呢 整理改到哪裡 應該是1 2 3 4 5 改到r 所以喔 等於是如果是雙數的話 就把m改成r 有沒有 那一樣是1 那可是問題 如果是2的時候 可能要讓它換列 換到下一個 有沒有 所以當它是m的時候 1 單數的時候 不要換列 可是當它是2的時候 才換列 那換列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哪個變數有關 應該是跟k有關吧 有沒有 所以喔 只有雙數的時候 才需要k加10 單數的時候呢 不能k加10 OK 所以大概整理出 基本需要注意的部分 但是首先第一個啦 那我要怎麼知道 單數跟雙數 其實單數跟雙數 我們可以在for回約下面 enter一下 然後按個tab鍵 打一個邏輯判斷 if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我如果要判斷單雙數 理論上我會用一個函數 我們要解釋這個 即時運算失雙 來給各位看好了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判斷是單雙數的話 那我會用到一個預算值 叫mode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是 假設1好了 1mode 2 的結果是多少 意思說1除以2的余數是多少 1除以2余數 那如果說2除以2的余數 0嘛 OK 那如果3的話呢 1 所以你會有個規律喔 如果我用預算值mode 除以多少 假設是單數的話 它的余數一定為1 可是如果說呢 它除以2 mode的2的余數為0 所以我們可以起一個判斷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i裡面的值 假設mode 就是除以2之後的余數 假設等於1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等於0 如果等於0的話 就是true 就是變成雙數在true force在下面 後面空一格 然後 然後 一樣喔 n個兩下 那因為會有 觸跟force 所以會打一個else else就反之的意思 然後andif的話呢 就是結束 好 那我架構先打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把底下 這三行程式喔 分別複製到觸跟force 其實就OK了 所以喔 特別注意 第一個喔 為了要判斷那個單數跟雙數喔 我想到啦 因為目前應該用mode應該算是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你可以想想看有沒有別的方法吧 反正只要能夠符合這個規則 抓出單數跟雙數的話 其實都可以喔 OK喔 我想到是用mode啦 如果等於1的話是單數 所以我就直接把底下這三行有沒有 不包含k加10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過嘛 你如果是單的話 不用換列 雙的話才是換列 所以你把底下這三行喔 複製到這邊 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這個if的下方 好複製喔 啊記得喔 把這三行按個tab鍵啦 因為如果沒有tab鍵的話 沒有讓它縮排喔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不容易理解 OK好 所以喔 單 那單裡面的話 這邊應該不用改R啦 雙的話呢 再把這四行這樣 再移動過來喔 移動到這底下 所以喔 把它移動過來 然後一樣按個tab鍵 所以喔 這樣就分出來了 所以單的話呢 沒有k加10 雙的話有k加10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還有哪些部分不一樣 這個地方 雙的部分呢 這邊要改成R 有沒有 然後這邊改成R 不要 不能是m OK 好 這應該OK了吧 還有哪些 側面 你說寬跟高嗎 分分高一點是不是要抖 不用啊 因為寬跟高 反正都一樣寬啊 m1跟r1其實一樣寬一樣高啊 所以其實後面不改沒關係 主要是改這個R 有沒有 就是它的坐標啦 那裡的跟tab這個地方要改 OK 應該OK了吧 如果假設怕說有什麼遺漏的 你可以按F8慢慢再try 所以我剛剛主要是增加什麼 第一個喔 我增加這個結構 這個 這個 OK 就是把它的true跟false 這邊是跑true啦 這邊是跑false 那這邊給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就是當那個i的值除以2之後的余數等於1 就是 所以喔 這個是奇數 這個是偶數 當然你說如果假設等於0 對不對 可以啊 可是你true跟false裡面的程式要顛倒 OK 好了 這樣OK了 那這樣 接下來的話 如果你沒有把握啦 其實你可以 我先把圖給刪掉 這個先刪一下 如果沒有把握 你可以按F8啦 F8就足行跑跑看 那理論上i 游標可以放上去 你可以看一下 i等於1的時候 它會跑哪裡 所以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它這個結果會等於1嘛 所以應該會跑這個地方 所以理論上應該會畫第一個 第一個應該是美元嘛 美元沒錯 那再來的話跳回去 跳回去之後 i等於2嘛 所以i等於2 i除以2之後的余數是不是等於1 不是嘛 所以等於0 所以它會else挑這邊 然後就畫 因為k還是等於1嘛 所以就是把這個圖畫在哪裡呢 畫在r的位置 r出現了嘛 然後它的資料的話 就取得人民幣的 並且把k加10 這樣它就跳到下一個了 它理論上應該OK了 所以底下都一樣 再來就是這邊的嘛 所以再來就是歐元的 一直在一推 所以把它全部執行一下 你看一下 應該沒錯 而且這樣看起來好像更可以看到細節 所以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放兩個 我放三個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自己去想 後面我就... 因為其實差不多意思啦 你要放四個也沒問題 放五個也可以 只是說你要放得下啦 你不要放得怪怪的 我是覺得放兩個好像還可以 有沒有 這樣看細節其實都還蠻看得到的 所以這樣把它刪掉也沒問題 最後其實一樣啦 把這邊再加一個啦 全部折線圖2好了 這樣我們今天的練習 其實就是大概這幾個按鈕啦 請各位就是這... 反正有按鈕 你就要試著把這些按鈕都把它做出來 所以回去可能自己要挑個時間 盡量可以空出三個小時 也要實做一下 我把重點再講一下 就是這些喔 所以剛剛其實是 1把上面這一段 把它複製貼過來 改成2嘛 第二的話就是在這個地方中間 加這個東西啦 最關鍵的就是這個if 這個條件喔 然後上面是1的部分 這個好像就是三行 剛剛一樣不動的 就是三行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偶數的部分就是要加10 然後並且這邊改成R 其他也不動 OK 試一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就是可以把它做出那個 兩欄的這個輸出 OK 我看一下 雲端其實好像我也有 把寫完的這個兩欄的 應該把它放上去啦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 全部折線的2 應該是在雲端白板第9頁 第9頁也有啦